三个星期前,我回到了过去 在那当下,我重新发现了现在 而我希望今天能够来谈谈这个现在 因为教会的指派任务,我横跃浩瀚的太平洋到越南这块土地上 对而言,它不仅是飞越了海洋,更是回到了过去 四十多年前,我曾是那片战场上服役的步兵军官 几十年来,我的脑海中深深地刻画着对那片土地的记忆 人民同袍,我记忆深刻 雅各曾经写道,岁月消逝,人生如梦 我感同身手 如今,在经过几世纪,将近半个世纪之后 我从记忆的长廊走回记忆中的那个地方 结束教会的工作之后 我决定重返那曾经让我一度绝望挣扎的战场 于是,在我内人的陪同下,我做了这个朝圣之旅 经过这么多年后,我不太确定还能期待找些什么 但我真正看到的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非但没有看到被战争摧残的人们 反倒看见一群年轻又生气蓬勃的人 我没有看到被炮火轰炸满目昌宜的土地 反而看到一片宁静又绿意盎然的田野 我想,我至少有一半的机会可以找回一些过往的痕迹 但是我唯一找到的却只是现在 以及有着光明前途的未来 我想起经文讲的 一宿所有哭泣 早晨,必变欢呼 当我重新踏上昔日的战场 走在昔日丛林的小径 在我脑海中似乎还听得见那 阵阵的机关枪声响 散弹枪的呼啸和手枪的射击声 我似乎在看见那个年轻同袍有黑的面孔 一个个为国圈区了 我特别想起了一个人和一个特别的日子 那是1966年4月3日 是一个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日 当时正值复活节时期 距今几乎整整42个年头 当时我们的步兵营驻扎在越南 已经几个月了 我是中尉担任步兵排长 我们几乎不断地参与战斗任务 那天早上,我们整个营 准备升入敌军阵营 一大清早 我们派出十位侦察兵 其中有一位 他的名字叫做亚瑟·莫里斯 他是犹太籍的士兵 在那次的任务中 几个人受了伤 包括莫里斯中士 他身受轻伤 最后 这组侦察兵 一搏一搏地回到营区 我们用无线电呼叫后送直升机 把受伤的士兵送上飞机后 我催促莫里斯中士登机 我一再地催促他 他却拒绝 我又一次地劝他 他还是拒绝 最后我对他说 莫里斯中士 立刻登机 他又很真诚 祈求的眼神 看着我说 求求你长官 然后这些话我永远记得 他们是杀不了 像我这样身经百战的家伙的 这整幅景象 就像一副射人的战争场面 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那块丛林里的空气 不耐烦的直升机 螺旋讲声 驾驶员等待的眼神 我那个时候心软的 挥挥的手挥走了直升机 也挥走了他活下去的机会 就在那天太阳膝下之前 我亲爱的朋友 亚瑟莫里斯中士 在敌人的炮火攻击下 战死沙场 一次有一次 他那句话在我心中不断地回荡 他们杀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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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从某个观点来看 他错得离谱 人是如此的脆弱 只要少了一次心跳或呼吸 就可能天人永隔 前一刻 我的朋友还是活生生的一个人 下一秒 那不朽的灵魂 就离开了那毫无生气的 必朽躯体 就像莫里斯中士一样 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必须通过的帷幕 我们没有人知道这个时间 什么时候会来到 在我们面对的所有挑战中 或许最大的误解 就是以为今生会永远持续下去 因此 我们必然可以把寻求宽恕 以及给予宽恕拖延到明天 然而 寻求宽恕和给予宽恕 在耶稣基督的教导中 正是今生最主要的目的 在摩尔门经中 艾玉莱克教导了此项 意义深远的真理 因为看啊 今生是世人为迎见神 而做准备的时候 是的 看啊 今生的日子 是世人完成工作的日子 所以 我恳求你们 不要将你们的悔改的日子 拖延到最后 因为 你们离开今生时 那占据你们身体的灵 也会有能力 在永恒世界中 占据你们的身体 艾玉莱克用了今生的日子 是多么强烈的措辞啊 使徒雅各如此说道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 就不见了 离开今生时 我们是怎样的人 进入来生时 也是一样的人 但值得感谢的是 像阿尔玛所教导的 我们还有现在 有一段时期 赐给了世人 让他们悔改 如果说莫里斯中 是错得离谱 那他也对得厉害 我们确实是不死的 因为基督的赎罪 克服了死亡 不论在肉体或灵性上 皆是如此 我们如果现在 能过良善的生活 使我们有资格 获得赎罪的 捷径恩典 我们就能 永远与神同住 今生 我们不应该 在意能够获得多少 和累积多少 而应该在意 付出多少 和成为什么样的人 死亡 就像是慈悲与 公道交锋的战场 但是他们无需敌对 因为对所有 善用今生日子的人而言 基督的赎罪 早已为事做了调停 剩下的就是 只要你我都能够寻求宽恕 和给予宽恕 就能使我们通过救主 为我们开启的那扇门 从今生跨进超生的门槛 就像路加所说的一句深远的话 你们要慈悲 或许今生 我们无法成为完全 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慈悲 到了最后 悔改和宽恕 会是神对我们的首要要求 我的朝圣之旅 告一段落时 我看着现在四周宁静的沿野 看到前途光明的未来 那时我想起我的朋友 亚瑟·莫里斯中士 想起过去那生死一瞬间的星期日 我多么感激 复活节早晨的救赎主 祂赐给我们生命 降至万物之下 而只要我们好好的把握现在 未来主会使我们凌驾万物之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